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特朗普坚持学校复课 儿童新增确诊病例激增的新闻 周一发布的一份周级数据报告显示 美国四周内新增儿童新冠确诊病例近18万例 增幅达到90% 这份由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联合发布的报告称 从7月9日到8月6日 美国新登记的儿童病例达到17万9990例 使儿童病例总数达到38万0174例 报告显示 超过四分之一的病例 也就是由9.7万名儿童 是在7月的最后两周发现的 自5月份以来 至少有86名儿童死于该病 然而这个数字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似乎不算什么 他正在推动学校重新开学 特朗普在周一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 儿童不会病得很重 也不容易被感染 他们不会把病毒传递或者转移给其他人 或者肯定不容易 美国的一些学校已经重新开学 开学几天以后 乔治亚州 密西西比州和印第安那州的许多学生 都被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贝尼奥夫儿童医院的儿科医生 纳奥米巴达奇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 儿童也不能免受新冠病毒的影响 易普索和美国媒体最近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 超过一半的家长认为 让孩子回到学校接受面对面授课并不安全 82%的老师对面对面授课感到担心 下面来关注一下洛县租金减免计划 最高补助1万元的新闻 洛杉矶县全新租金减免计划将从8月17日起接受申请 受到疫情影响并符合收入条件的家庭 最高可以获得1万元房租救济金 洛杉矶县发展局指出 8月17日起到8月31日期间 洛县租户可以上网还有拨打211专线提出申请 专线服务时间为上午8点到晚间8点 申请期间每日都会有专人以不同语言提供协助 目前无法支付房租并且收入占全线平均收入 30%的居民最多可以获得1万元的补助 收入50%的人可以获得7500元 另外房东还必须提供W9并且签署参与协议 补助金将会直接支付给房东 该县表示一半经费将用于居住在高风险邮政编码中的居民 因为他们面临更高被驱逐和其他社会经济脆弱性风险 收入低于50%或以下者很快就可以获得帮助 至于其他非高风险地区 只要家庭总收入达全线平均收入50%或以下 租房者也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补助 根据了解 洛县督察委员会日前批准1亿元CARS法案 新冠病毒救助金 向受到疫情影响的租户提供租金援助 预计有8000到9000户家庭受益 下面来关注一下 麦克特劳特棒球卡拍卖最低100万美元的新闻 一张以洛杉矶天使队队员麦克特劳特为主角的棒球卡 有望创造一项新的世界记录 成为拍卖会上售出的最昂贵的棒球卡 这张卡在高银拍卖会上的起拍价为100万美元 这张卡是体育博彩顾问维加斯戴夫 以40万美元的价格从一位台湾收藏家手中购得的 维加斯表示 这是第一次棒球卡的最低出价为100万美元的拍卖 像勒布朗和另一个麦克特劳特的其他卡的出价为10万美元 开盘价是100万美元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已经有10个买家出价了 棒球卡一直被视为收藏品 其中最珍贵的一张是1909年到1911年的瓦格纳卡 2016年通过高银拍卖行拍出了312万美元的价格 然而近年来现代运动员卡的价值激增 其价值是根据运动员个人的实力来计算的 维加斯表示 说到麦克特劳特他是最好的球员 他总是在战争联盟中领先 他赢得了3个最有价值球员 唯一的问题是他在场外非常安静 他没有出现在媒体上 他专注于工作 他在西海岸的球队 如果他在东岸队或者阳击队 全世界都会知道他的 他在一个小组织打球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 但如果你在棒球界 每个人都知道麦克特劳特是谁 他是现代史上最好的球员 这张卡目前已经有10个出价 要超过145万美元 然而距离8月22日拍卖结束还有10天 维加斯代夫预计届时会有一个新高峰 下面来关注一下 特斯拉以5比1分拆股票 其股价再次飙升的新闻 8月11日 特斯拉宣布了一股5比1的股票拆分计划 使得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 最近一路飙升的股价 在盘后交易中上涨了7% 消息公布以后 特斯拉的股价为1475美元 是华尔街股价最高的公司之一 这家总部位于加州帕洛阿尔托的公司 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希望让员工和投资者更容易接触到他的股票 特斯拉的股价飙升超过200% 而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的股价 因为受到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影响而下跌 股票分拆是企业让散户投资者更容易获得股票的一种方式 可能会吸引进行小额交易的个人投资者 不过券商越来越多的让客户购买部分股票 这使得股票分拆的好处不像过去那么明显 特斯拉表示 8月21日创下记录的股东将在8月28日收盘以后 获得4股额外股票 从8月31日开始 该股将在经拆股调整以后的基础上进行交易 在特斯拉的股票分拆之前 苹果在7月下旬宣布了一项一拆四 这是这家iPhone制造商 自2014年以来的首次股票分拆 下面来关注一下媒体大亨 维亚康姆掌门人 亿万富翁萨姆纳雷德斯通去世的新闻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国家娱乐公司 8月12日宣布 维亚康姆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长 名誉退休的媒体大亨萨姆纳雷德斯通去世 享年97岁 雷德斯通继承了父亲的连锁影院 并将其打造为一个包括派拉蒙影业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MTV的帝国 1923年5月27日 雷德斯通出生在波士顿一个拥有汽车影院连锁店的家庭 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波士顿拉丁高中 并在二战期间与美国精锐部队一起破解了日本密码 战后他在哈佛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 1954年加入了他的家族连锁剧院 1967年成为首席执行官 萨姆纳雷德斯通以直言不讳 波士顿口音和大胆冒险著称 1987年60多岁的雷德斯通 以3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维亚康姆 当时他的大部分资金都是借来的 几年以后他以100多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派拉蒙 并在1999年以370亿美元的价格 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加入到了他的投资组合 在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之前 雷德斯通声称自己每天都裸涌 而且总是喜欢被漂亮的年轻女子围绕着 以上就是今天去交洛杉矶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主持人子萱 我们下期再见